我們今天要開始上跟應用有關的題目 我們上一節課教的是自編碼器 自編碼器是我們第一個學到的結構 它的Output並不是一張圖 而不是傳統的類別 或者是連續的數值 或者是多類別的預測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學的深度學習的網路 它的Output其實可以是多樣且任意的 只要我們 它可以是一張圖 圖當然是很好理解 也可以是做一些什麼變化 我們只要設計適當的損失函數 理論上 我們的深度學習模型就可以做任意的預測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先講一個 就是之前我們覺得一些比較難的任務 那是這個樣子 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學到的影像分類模型 都是直接的圖像分類 那這個圖像分類 它在真實世界上是非常少見的 因為你 假如你照一張照片 它裡面 假如有一隻鯊魚 它就告訴你鯊魚 那如果這一張照片裡面 同時有鯊魚跟有一隻貓 這樣子 model到底要告訴你是鯊魚還是貓咧 這種圖片在真實世界中是更常見的嘛 對不對 在真實世界中 我們的一個圖片裡面 通常不會只有一個主體 通常是有好多個物件 那現在 我們就必須要學習 怎麼樣去把這個物件 從這個圖裡面把它抓出來 或是把它分割出來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 首先 分割出來 我們先做分割跟這個 就是拉框 這兩件事情 這兩個大家有辦法判斷出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問一下 大家覺得分割比較簡單 還是拉框比較簡單 對於設計神經網路來講 我們可不可以舉個手好不好 來 認為分割比較簡單的舉手 分割是右邊的 舉手 來 映竹 來來來來 很好很好 那剩下的就是認為拉框比較簡單 來 認為拉框比較簡單的舉手 那我們看看你 雅庭你是舉哪一個我剛剛沒有看到 你認為分割比較簡單 你是認為拉框比較簡單 海倫呢 海倫認為分割比較簡單 海倫認為分割比較簡單 好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影子 你為什麼認為拉框比較簡單 因為分割有時候 會有遇到 整個 整個 整個重疊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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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拉框也會重疊啊 這不就重疊了嗎 這不就重疊了嗎 對 可是拉框它還是有 分割的話 如果重疊的部分要割 然後我覺得 重疊的部分 你說如果說重疊的部分要怎麼割 主要說這兩隻貓 他被分割 然後他怎麼割 是不是 呃 這邊不是 他就有一條分割線嗎 對 那左邊就是左邊 右邊就是右邊啊 所以 呃 就是 這個 你覺得拉框比較簡單 這樣子 因為你不知道重疊的分割要怎麼分割 重疊的分割 告訴你怎麼分割 就是 呃 基本上他就不會去 雖然說 我知道這隻貓後面還有一個屁股 我沒有照到 對不對 但是他就認為這隻貓 就只有這個 這個大小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你還覺得 分割比較簡單嗎 欸 這樣你還覺得這個拉框比較簡單嗎 還是你覺得分割比較簡單 好 來來來 這個 那我要問一下 那印竹你為什麼覺得分割比較簡單 那你我問一下拉 就是印竹看起來PaperCat蠻多的 分割叫segmentation 對不對 那 這個 intense segmentation 跟segmentation 這intense segmentation 看這張圖 他也是分割 對不對 但他看起來跟分割差別在哪裡 看得出來嗎 這兩隻紅色的都是貓對不對 這個如果是單純的分割的話 我就是把貓把它抓出來 那這個貓 我其實沒有辦法 我到底 我不知道其實他的邊界在哪裡 對吧 我要把貓的邊界抓出來 這件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欸這件事情可能很難喔 這件事情可能很難喔 因為 因為對於 因為 你連Label要怎麼Label都不太好Label喔 這件事情可能不太容易喔 你有感覺出來嗎 不然等一下我們交分割網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情很難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先這樣講好了啦 分割之所以簡單 在設計神經網路上簡單 是因為我們要預測出去的 這個output 它的形狀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我們就是想知道貓在哪裡 對不對 那我們預測出去一張圖 那張圖 貓 是貓的地方我們就給它1 不是貓的地方我們就給它0 然後我們做一個 我們就做每一個 我們用 這個每一個像素 我們都給它做Sigmoid output嘛 對不對 然後去跟它做Cross Entropy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難嘛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這個 形狀大概長什麼樣子 這拉框難在哪裡 拉框難在 我其實不太清楚它的 output出去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一點真的拉框難的地方 不過剛剛講這個 Intense Segmentation喔 它又更難了 對不對 因為首先 你要先定義出物體在哪裡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剛剛是 如果你剛剛是 就是定義貓的這個像素在哪裡 我並沒有辦法分辨 左邊跟右邊這兩隻貓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Inhance 那個Sigmentation 它顯然是 比剛剛那個更難一點啦 好不好 那Sigmentation應該是最簡單的 然後接下來是 Object Detection 最後是Intense Segmentation 好不過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這個 我們 要開始這項任務 大家可以了解 這個 如果我現在要把人 從這張圖割出來 它的Label就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它的Label 這是它的Label 這個Label 如果我今天 把人輸出成這個Label 我就知道人在哪裡了嘛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你這樣可以接受的話 那 這一個 呃 如果我今天有一張Label 這個是0跟1 的數值 然後這是圓圖 我想要把人 割出來 而且 人 在這裡已經看出來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想要把他衣服的顏色啊 頭髮顏色通而保留 這件事怎麼辦 但是其他的背景把它去掉 你已經有這張圖 也有這張圖了 這件事怎麼做 零星 可以做到嗎 零星你沒有idea 真的沒有idea嗎 那 我們再問一下 海倫你有沒有idea 對 你去找找看1然後區塊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全部拼過來 這程式你會寫嗎 聽起來很難耶 完全不會 你只是 給一件而已 有沒有人有更好的想法的 映竹你有沒有更好的想法 現在還沒有想到 影子你有沒有想法 因為 因為他如果右邊這樣 左右邊 右邊的話 就是 去 有值的地方 去有值的地方 然後 所以你想不到要怎麼把 就是 用右邊的information 然後把左邊的人 給割出來這樣子 可是他們 上場的上場 完全一樣啊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有點難 所以我就算給你的label好的東西 你也割不出來 這樣子 好 東張你想得到嗎 疊上去 怎麼疊 你意思說就 可是我疊上去 右邊那些 白色的是透明的 這個 你要把白色的地方變透明 這樣嗎 然後直接疊上去把黑色蓋住 這是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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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啦 好不好 還沒有人有更好idea的啊 對阿 羅里森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啦 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想過直接把它盛起來啊 把兩張圖盛起來 你不要兩張圖盛起來 黑色的地方 0 0乘以任何數 不是都會0嗎 那 白色的地方是1嘛 1乘以任何數 不就是本來的數字嗎 所以你把兩張圖直接盛起來 是不是就把人給割出來啦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欸這個問題沒有那麼難喔 好不好 這個 只是臨時給你們一些 小小的這個 這個 這個挑戰 好不好 所以 有了這個 如果我有了這個0跟1的 這一個二質化的這個Label 我要把圓圖割出來 這是非常簡單一件事情喔 所以我的Output 只要是這樣的一個二質化 輸出就好囉 那如果說 我同一個時間 我要把人割出來 我也要把大象割出來 我可不可以輸出兩層啊 就我本來 只輸出一張黑白的圖 我就輸出兩張黑白的圖嘛 或者輸出三張黑白的圖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輸出一張 一張圖兩張圖三張圖 我是不是就 最後要convolution的時候 我就疊一層兩層三層 這個就fighter數目的改變而已 是不是非常容易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喔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對於sigmentation來講 它的input是原圖 output也是一張圖片 只是不是本來那張圖片 所以它的結構 是不是跟字編碼器可以非常非常的像 可以接受嗎 所以它的結構可以 就直接是字編碼器喔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用字編碼器的結構 來做 有這個 就是來做這個 就是 這種就是 嗯 input是一張圖 output也是一張圖的這個任務 好不好 好那這裡 這個isbi challenge 這個是左邊是原圖 右邊是 把細胞幣把它割出來 它這邊細胞幣用的是 黑色 然後 那個其他地方用的是 這個白色 所以其他地方是1 剩下的地方是0 那不過這個東西 你把它1減掉 把它反過來 這不是 這沒有很難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 在這裡下來壓縮檔 然後我們解壓縮之後 進行運用 那我們首先 先來看一下這個圖喔 等一下大家 就跟著我做 重複的事情喔 好這個圖 我們把它讀進來 現在是lesson11 好我們讀進來這個是train的image list 它總共有 它總共有 它總共是512乘512乘1乘30 512乘512乘1就代表它是一個 這個就是512乘512的黑白圖對吧 然後總共有30張 這30張分別表現如下 好 然後接著我把test 那個它的label把它抓過來 label在這個檔案 好我再把label讀進來 來 這個少打個t 好這個是 這個是原圖 這個是它的label 看得出來有1對1的對應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 我們把 這個 我們現在就是要編寫這個 任務的這個 就是執行器 這個執行器顯然就是 我每一次 我的data就是從這個trainX抓出來 我的label就是從trainY抓出來 這個不會很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執行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喔 好不好 好這個執行器 這個執行器我把它貼過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執行器 我這邊bench size設為2喔 因為我們總共只有30張圖 而且 這個input跟output都是一張512的圖 對運算支援的要求想必是有點高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bench size不要設太大 好那這樣子 512乘以512是一張很大的圖喔 你們之前在做那個什麼 vggnet啊 googlenet resnet他們的input都只有224對不對 所以512其實是非常大喔 運算量其實蠻大的 好 那我這邊就 我這邊就不畫這個圖了 好不好 那重點 model的這個architecture 這個網路 因為它有點深 這個網路有點深 而且 注意一件事情 它不能用resnet的技術 為什麼 因為 它 這個網路它是不是 不斷的變小又變大 對不對 resnet不是要相加嗎 所以它沒有辦法 用resnet的技術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好不好 好總之 這個 我們要首先變小嘛 原來data進來 那 那resnet的技術我們不能用 所以我們需要一下 但它網路有點深嘛 所以我現在需要用到bench normalization去協助我 好不好 data進來 先過bn bn完了之後 convolution 這個就是縮小了吧 對不對 縮小完之後 3x3 之後我要做一個pull pull完了之後 再做一個co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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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為止 到這裡為止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圖 已經只剩多小了 mx symbol invershape 512x512 到了最後一層 它只剩下32x32了 所以現在我要把它還原回去嘛 還原回去上一節課我們教過了deconvolution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deconvolution回來 到了這個logistic output之後 這個 我們再invershape一次 這個logistic output 它的shape就是512x512x1x3 所以就跟原圖一模一樣了 對不對 好那剩下它可以做ce loss 這個logistic predictor跟那個 我的label就可以做 這個cross entropy loss了 對不對 好這邊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的input跟output 都是512x512 不過實際上啊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label 把它resize成去 來說把它resize成64x64好了 然後接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接到64x64那一層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 切割的時候 搞不好不用那麼的細啊 不用到512x512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這是一個可以變化的地方喔 在做分割任務的時候 需要注意這件事 我們的output size 不見得要跟label的原始的這個 這個大小是一致的 而且有人家有做過實驗喔 你如果把它還原到原來的size 不見得比較準 有時候做了一個就是 做預測一個比較小一點的size 它那個邊界比較 比較這個 會比較圓滑一點 這個你可以這麼想像啊 就是如果今天做到512x512 是不是每一個 像素我都做獨立的 0或1的預測 那它這個邊界是不是會產生一些 可能會產生一些 這個突出去的一些東西啊 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如果你做的是 比較大範圍 就是比較模糊的這個分割 那這個出去它是不是就 可能會比較平滑一點 所以這個segmentation的任務 不見得output size 要完全等於512喔 這樣可以吧 好那 opminer我們這邊定義一下 好我們這邊使用sgd 那定義完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訓練了 好這個訓練 這個訓練我們用gpu 然後我們來試著訓練一下 好那這個訓練 我給大家就是自己 就是我給大家操作到這裡為止 欸喔我這裡 as array 好我這邊給大家就是自己練習一下 到這裡為止 我們到model1出來為止 好不好 好那現在你們應該都預測出來啦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模型 把textdata把它讀進來 這個textdata讀進來 好讀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predict這個function來做這個預測 那我們可以把它畫出來 看看預測準不準 好這一個我們先把我們的這個output 本來是loss嘛對不對 對不對 把它換成我們的這個logisticoutput 然後並且做一個predict 這個predict完之後 它就是一個機率值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predict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預測能力 欸看起來是有一點點 就要說 我們要怎麼去看它預測的好不好呢 首先第一個 這個邊界有沒有辦法拉得很清楚 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看的地方 它當然有一些更量化指標啦 只是說因為我們今天sample比較小啦 我們只是做個實驗 我們用眼睛看好不好 第一個 細胞壁有沒有被明確的描繪出來 看起來漏了一些地方對不對 但是大部分是有做到的 還有第二個點 細胞核會不會被畫出來 因為細胞核的顏色是神的 可是細胞核它不是細胞壁啊對不對 所以它有沒有好好的學會 這是細胞核這個不要畫 這個也是重點 好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出版的模型 它的performance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知道了吧 好那 當你做完這個inference之後啊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這樣子的 來 我們剛剛的architecture是完全按照這個 自編碼器它的結構 先變小再變大 好可是啊 自編碼器 它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來 這個2015年的時候 有人發明了一個net 叫unet 這個unet它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在downsampling的過程 再回去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用recidual net 或者是dance net這種 這個就是傳遞梯度的這種網路結構 可以接受吧 為什麼 因為變小再變大 不能加也不能跌嘛 對不對 可是它想法是這樣子 我跌到 第 我跌到這個 第五層 第五層到這裡嘛 對不對 可是我up sampling回來的時候 就deconvolution回來的時候 這個shape 跟剛剛第四層的shape就完全一樣了嘛 所以我可以把第四層的shape contact回來 到第六層去 然後再讓這一層繼續convolution 然後上來之後 deconvolution回來之後 這一層的結果 又可以跟它做contact 繼續下去 這樣子 中間有一些直通通道 我是不是傳梯度 就會傳得比較好一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而且 不但傳梯度傳得比較好一點 理論上 預測performance 也有可能提升 因為information更多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先問一下 這樣的結構字編碼系可不可以用 來映竹問我 來回答一下 為什麼不行 這邊馬七為什麼不能用這樣的結構 欸 你搖頭搖得這麼果斷 然後現在回答不出來 然後現在回答不出來 我搖頭 喔喔你是點頭 我沒有動作 喔 影子你覺得可不可以 你覺得可以 製編碼系可以用這個結構 林熹你覺得可不可以 蛤 你覺得可以 欸我問一下製編碼系主要做什麼 製編碼系主要做壓縮對不對 啊我把直通 我把他通過去 那他還需要學喔 這邊馬七的 input跟output是一樣的欸 那這樣他還需要學嗎 他不需要學了你知道嗎 他這樣都不需要學啦 我直接把input的圖 直接把它preduce出來就好啦 我發現我中間學通都是垃圾 完全不需要convolution啊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這個 製編碼系 傳統的製編碼系 是不能用unet結構的喔 因為我就是故意要壓縮啊 我怎麼可以給他直通通道咧 對不對 那他就直接input 等於output就好啦 對不對 可是啊有一些特殊的製編碼系 是可以接受這種直通通道 舉例來說 我input的size 只有 這個 不是512x512 可能是256x256 可是我output的size是512x512 這樣子我這裡一直通過來 然後到最後我把它preduce出去 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這樣勉強可以接受 因為我的input跟output不一樣啊 當input跟output完全一樣的時候 千萬不要幹這件事情啊 就是千萬不要給直通通道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segmentation 他input跟output是不相等的 所以可以用直通通道這個技術對不對 所以現在請你啊 把這串語法 其實你只要改 architecture這個部分就好了 你只要改這個部分 改成 unet的結構 如果你完全不會的話 可以看後面的答案啦 好不好 但是問題是希望你可以自己改出來 我們這邊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 做一個 10到20分鐘的時間 我們等一下看大家的狀況好不好 做個練習 那看一下 大家可以把這個 用上一版 自編碼系的結構預測出來 沒有直通通道預測出來的結果 跟有直通通道預測出來的結果 做個比較 那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著paper 實現他們提出的演算法 就是之前的 練習題都沒有這樣的經驗啊 我們現在來做一下這個事情 給大家一點成就感 好不好 如果你要做unet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architecture這裡 改掉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全部複製貼上 好 在這個地方 你把它貼成這個樣子 欸我沒有複製完阿 少兩個字 好你把它複製完了以後 注意你什麼都不用改阿 接著 我們把 剛剛我們已經有model 1了嘛對不對 我們把新的model叫做model 2 這裡1直接趕2就好了 什麼都不用動阿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試著 使用model 2來做預測 好我們再做 我們做一個預測 它的重點 就在於 在這裡 給了一個concade這個 concade這個 layer 這個layer 可以把我們的reliud6 跟reliud4 它的 結果 把他 把他concade起來 把他concade起來之後 再給我們做deconvolution 欸為什麼 喔 這裡 好我們這邊做一個預測 看一下結果 欸 怎麼不顯示勒 好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預測的結果 欸 好像有點壞掉了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模型 欸 有一些 邊界是有被抓出來 但是這裡 細胞核全部都被我畫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 看起來是有點壞掉的感覺 呃 剩下的圖是還好 剩下的圖是還好 這樣子 好看起來有點壞掉了 不過這個 喔對 這個 data為什麼不能夠做那個 那個 數值化的 reliudation 是因為那個 我們test的data其實沒有label的啦 喔所以說我忘記這件事情啦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做數值化 我們只能用看的 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實際的label嘛 對不對 好不過這個沒有關係啦 這個 欸這個架構齁 改錯了沒有關係啦 就是你這篇paper 我們常常做實驗就是這樣子的 這篇paper提出的架構不見得比較好 對不對 那我們就換下一篇paper嘛 對不對 來下一篇paper在這裡 下一篇paper在這裡 下一篇paper在這裡 好這篇paper 它的架構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pooling的時候啊 我們不要就是 我們 最後在這個 pooling的時候 我們不要用到這個 呃就是 我們不要用到content了 我們改回了 這一個up sampling 我們變成使用up sampling這個技術 這up sampling啊 它的用法在這裡 也就是我們做完reliu之後啊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up sampling 這個up sampling啊 跟pooling是完全相反的結構 本來是四個格子合成一個格子 取最大值 變成一個格子 變成一個格子 還原成四個格子 四個格子都填一樣的數字 這up sampling就在幹一模一樣的 就在幹這件事情 所以啊 你可以做up sampling這件事情 這個up sampling這個東西啊 你可以拿來跟 這一個 content這個結果 拿來做content的 本來我們的reliu content6 只能接reliu3 跟 這個reliu3 所對應到的是這個 呃 reliu3我們所對應到的是這個 呃就是 我們現在的reliu3 就up4 up4就是這個 reliu4把它up sampling一次嘛 這樣我們就可以跟reliu3做一個 這個做一個就是合併 然後還有reliu5 我們可以把它up sampling四次 然後做一個合併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content6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往下convolution 往下之後 我們不是做deconvolution 我們是做直接做up sampling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fcn他所做的結果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串結果複製 然後我們拿來做training 那大家可以來做一下這個實驗 好大家可以來直接做個這個實驗 然後我們來比較一下看看這個fcn跟unet還有自編碼器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就給大家做一下實驗 好這一個是使用這個就是 剛剛新的這個 呃有用這個up sampling這個技術 然後做出來的這個fcn的這個網路結構 所預測出來的結果 你應該發現結果看起來是蠻爛的 對不對 欸不過這個 呃如果我們把三個模型放在一起對比的話 你可以看這張圖 這是第15頁的圖 左邊是用自編碼器結構做的 中間是用unet做的 右邊是用fcn做的 呃你可以發現fcn看起來是最差的 因為他把細胞核描繪的這個非常清楚嘛 對不對 unet看起來比fcn好一點點 對不對 但是自編碼器 自編碼器跟unet我們很難去比較說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因為這個 呃他多化一些細胞核 但是他的這個就是細胞 膜的這個邊界畫的比較不清楚 這樣子 所以說看起來fcn是蠻差的啊對不對 欸所以說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啊 就是paper講的不見得都對啦好不好 而且根據不同的任務 其實比較優勢的這個網路結構啊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很多東西我們需要自己做實驗才知道結果 而且你的任務跟paper的任務可能不太一樣嘛對不對 FCN的這個paper他的做任務是一般 真實世界的物體的分割 並不是細胞 細胞壁這麼簡單 好不好 這個細胞壁這個算非常簡單的任務啊 好 那我們 這個 呃分割任務的部分就講到這裡 如果我們想要做一個分割任務的話 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要準備好這個 呃就是 我們要準備好圓圖跟這個 Label 而這個Label是一個二質化的這個 這個 物件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齁 好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 不管是字編碼器的結構 還有 UNET的結構 或FCN的結構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直接的預測了 而且這個蠻容易的 而且我們蠻容易 就是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output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好在Sigmentation的部分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好沒有 沒有的話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這個如果我今天要做貓咪的分割 那同時左邊一隻貓咪 右邊一隻貓咪 這個時候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貓咪割出來 貓咪的區域割出來 但兩隻貓咪連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辦法做出貓咪邊界的分割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現在 我們要來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Object Detection 如果我們需要做到Intense的這個Sigmentation的話 我們實際上需要Object Detection的這個模型的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先把目標框先拉出來 而用這個框的這個圖當作是原圖做Sigmentation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瞭解 我們就可以請這個Model去識別說 哪一個物件 哪一隻貓咪 在這個框裡面是完整的一隻貓咪 哪一隻不是 那它就可以把 是的那一隻完整的Sigmentation出來 而這個 其他的這個部分就把它去掉 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做出Intense的Sigmentation 所以Intense的Sigmentation是比較難的 它也需要用到物件識別的技術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物件識別 它現在最難的地方 在哪些地方 在於 對於任何一張圖來講 我們拉出來的框的數目都不一樣多 對不對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聽起來就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按照我們以往的知識 這個框這個 深度學習模型它其實是一個數學函式 數學函式的X形狀要固定 Y形狀也要固定 對不對 Y形狀如果不固定 這個數學函式要怎麼寫啊 寫不出來啊 對不對 數學函式的Y形狀是要固定的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沒有什麼idea 我們有沒有什麼idea 可以預測出不固定數量的預測框呢 我們現在大家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林正你有沒有什麼idea啊 不固定數量的預測框 我們要怎麼做出來 好 這樣好像看過但你忘了 好 我們希望來找一個沒有預期過的 比較fresh的 林一星我看你就沒有預期的樣子 對不對 老實講 的確沒有預期 很好 那我們要怎麼預測出不固定的數量 預測框 那個框啊 多做幾次 所以一次做出一個框這樣嗎 那我第一次 那我 我第一次做出第一個框 那第二次我要怎麼 我label要怎麼給啊 我同張圖假設有三個框好了 那這張圖就有三個label嘛 那第一次他預測出來的 第一次我給他第一個label 第二次我給他第二個label 第三次我給他第三個label這樣嗎 然後讓他做預測 然後我期望他預測的時候 我Inference第一次 他出來的結果是A框 Inference第二次出來的結果是B框 Inference第三次出來的結果是C框 這幹嘛可能 Inference三次 答案不一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 海倫你是不是沒有預期 你自己老實講 蛤你有看過了喔 Inference你有沒有預期 那你很好我現在就要找沒有預期了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我們怎麼樣預測出 不固定數量預測框 不固定數量預測框 看起來連Paper都沒有看得很懂阿對不對 好還有沒有人沒有預期了 雲晨你有沒有預期阿 阿你有喔 阿那雅婷你有沒有預期 你有預期 蛤你說什麼不要講話講那麼小聲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嘛 色階 我不好意思我沒有catch到要怎麼做 有 喔你一說用框的顏色 這顏色是我指定的阿 不知道 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 剛剛有 調論到有一個重點阿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可能阿 剛剛那個印竹講有一點點像阿 好不好 雖然他 因為他是看Paper的嘛對不對 Paper總共 Paper人家做的出來鐵定就是有一些 有某種程度的參考價值嘛 只是我們讀不讀得懂他描述的文字嘛 首先他描述的夠不夠精準 然後你讀不讀得懂他的文字嘛 欸我們 所以我完全 就是 不特定數目的預測框 這個 我們可能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到對不對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 用這樣的想法 我們先預測出100個框好了 就算我們固定每一張圖都預測出100個框 當然這數字可以是100可以是200好不好 那我們固定預測出200個框 然後我們再決定哪些框要留下哪些框要丟掉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固定每一張圖預測出200個框 那這樣子形狀就固定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來決定這200個框哪些要留下哪些要丟掉 而至於是哪200個框 我們再來想想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樣是不是可以 首先先解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框的數目是不固定的 那如果我們固定為200的話 這樣至少我們每次輸出都是200個框 我們只要決定哪些要哪些不要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你同時預測出200個框 任何一張圖你都預測出200個框 對不對 幹嘛你的表情很疑惑 你說框的大小 框的大小要怎麼預測嗎 嗯 框的大小要怎麼預測 這個的確是聽起來有點難啊 對不對 剛剛按照那個印竹的講法 好像是預先指定好不同大小的框 對不對 我們問AI說 有沒有符合A框的物件 有或沒有 有沒有符合B框物件 有或沒有 有沒有符合C框物件 有或沒有 那這個A到 A到這個 就是第一個框到第100框 我們可能預先指定好了 相對應的大小 甚至連位置都指定好了 我們只問AI有沒有A框這個圖 有沒有B框這個圖 有沒有像A框的圖 有沒有像B框的圖 那實際上 你的物件 它實際上可以被分配到 這個汽車好像比較像 這台汽車好像比較像編號39框 雖然不完全一樣 但是它比較像是編號39框 那我們就把它分配到編號第39框 這張圖 輸入進去 我們的Output就是 我們的Output就是 編號第39框 需要被預測出來有一台汽車 對不對 好 至於這個 這個 邊界框 的這個 呃 至於這個 邊界框 的這個 大小 跟實際的圖 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預先指定的 跟實際的圖 不太一樣 這個我們再來想想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下面人家怎麼做的 好不好 好 比較 好的一個 做法 或是說比較傳統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我們使用一個 固定大小的框 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思考過程喔 剛剛那個 跳得有點快了 這個過程已經跳過了 我們 今天如果說 拿一個這樣的一個大小框 然後我們把它拿去做 classification 那這個classification 我們一定可以去 預測出這個框 是不是 有東西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先預測有沒有東西 接著我們再預測 它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一定可以做一個 這樣兩階段的模型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對於任何一個 如果我們已經訓練好了一個model 那這個模型一定可以這樣子 我就沿途這樣掃過去嘛 對不對 那看到有就有沒有就有沒有嘛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的model好不好訓練 好像也不會很難訓練嘛 對不對 我就 割 我就把圖割成很多張這個 對不對 有割到的 我就當positive sample 沒有割到的 我就當negative sample 對吧 所以這個 訓練出這支AI不難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不難 然後並且 這個 並且 這個 如果我預測出 它是positive sample 我在訓練第二支AI 去預測 它是 哪一個類別 這樣就可以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這樣就可以這樣掃過去啦 好 這樣有什麼缺點 這樣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首先 我這個框 如果 我這個框如果說 這個框的大小 跟我實際車子的大小 是 不一樣的 那我是不是還要對它做這個 呃 邊界框的這個 預測的修正 也就是我還要預測說 主要說 我這個框 要拉寬多少 我這個 我這個 呃 要拉長多少 這是第一個我要知道的事 對不對 第二個我要知道的是什麼 我的框的X座標 要偏離我原來的框多少 我的框的Y座標要偏離我原來的框多少 所以我總共 每一個框 我預測下來 如果我確定它是一個框 我是不是總共有四個參數要修正 分別是 框的 寬度 我要放大多少 框的 這個 高度我要放大多少 放大或縮小都可以啦 反正就是你要乘一個數字嘛 框的X座標 我們X座標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中心的X座標 我要偏移多少 框的Y座標我要偏移多少 這樣可以吧 所以對每個框這樣掃過去 我應該有四個參數據要做修正 這樣可以嗎 然後每一個框 每一個 特定大小的框 我都可以做一個Model 那假設我 假設我做好了 假設我 預先指定的 覺得說100個 100有點多啦 100個長寬不同大小比例的框 這有點誇張了 假設我們預先指定好 覺得說 5個或10個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就是 邊界框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全圖掃描 這5個或10個邊界框 我就可以預測出 這個 實際上 有沒有包含物件 第一個 有沒有包含物件 第二個 那個有沒有 它的邊界框 長高要修正多少 它的XY要修正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模型看起來就是可以做的 Trainable 對不對 那Inference的時候怎麼做呢 Inference的時候 我們鐵定就是要 一路這樣掃描過去 那它可能會有很多個 機率嘛 對不對 就是有沒有包含 然後它要修正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 我們最後可能會出現很多個框 這樣 我們Inference的時候 Trainable的時候 我們要做這樣的做法 這樣的做法 在Output Inference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拉出很多框 對不對 那我們實際上可以保留 這個機率最大的框 剩下的把它刪除 而 剩下的要刪除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技術 叫做這個 極大 就是 這個 就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 如果它Overlap超過一個 大小 那我們就把它刪除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只留下一個框 把周圍的幾個框都把它丟掉 這樣可以嗎 這個過程 我現在講的東西 你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第一實驗吸收 這沒有關係 因為我已經準備好回家作業了 回家作業就是 你必須 你只要照著Code Inference就好了 但是你照Code Inference 你不要覺得那麼簡單 你一定 鐵定就是每一行每一行 都要好好認真 仔細去看 它哪一行 它哪一行在做什麼 下一節課 上課之前 我一定會好好檢查 你們有沒有好好做Inference 沒有做Inference 我保證你聽不懂下一節課 我們的Training過程 好不好 所以這一節課的回家作業 非常重要 這一節課就只有一個 當場練習體 但是回家作業非常重要 一定要練習 而且一定要一行一行拆開來 否則你根本不可能看得懂 好 如果你了解了我們剛剛Basic的Idea 也就是我們其實可以準備好 非常多不同的框 並且讓我們圓圖去預測說 這裡到底有沒有物件 這裡到底有沒有物件 如果有的話 那它的邊界框要做什麼樣的修正 才是真實的邊界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可是如果我今天的邊界框 要做這樣子一個掃描 對於我們的神經網路來講 是不是Negative Sample 非常非常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第一個是Negative Sample 非常非常多 第二個是 我的這個 training的時候 我是不是非常難training 就是我每一張圖 我都要割出去 假設某一個固定邊界 長寬筆的一個 固定的一個框的大小 我是不是每一張圖 我都要把它全部掃過 然後掃過 有包含物件的 我就當positive Sample 沒有包含物件的 我就當negative Sample 這樣我每一張圖 是不是會產生 每一張圖 對於一種邊界框 是不是都會產生 可能超過一千張的training Sample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我在training的時候 用連續掃描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idea 我其實應該要一張圖 我先假設它有200個框 或300個框 看它有沒有出現在 這200個或300個框裡面 如果舉例來說 被分配到這裡的框 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它離的 它的原始的框 跟 它真實的框 跟我 預先放在那裡的框 它的大小差很多的話 我再讓它去預測 它框應該要 做什麼樣的修正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子我就不用 每一個長寬筆的框 我都要做全圖掃描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第一代的物件識別模型 拿來做neural network 就是based on 這樣的idea 這個名字叫做 rcnn region cnn 這個region cnn 它的概念長成這個樣子 首先 我先把原圖 我先 任何一張圖 它都準備好了 大約8000個邊界框 做預先的這個篩選 所以 這8000個邊界框 它是利用 sample裡面出現 比較常出現的框 把它 slate下來 這個8000這個數字可以改 好不好 你也可以出現前100個 或前100個 主要圖片總是 在右上角會出現某個東西 那右上角 大概就會準備好一個框 準備好給它去做這個 做 預測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對於每一張圖片來講 8000個邊界框 它都可以割出 8000張圖 這樣可以 預先 這是預先的邊界框 預先指定好的邊界框 它是不是就可以 割出8000個圖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那這8000張圖 它都可以 拿來做 這個 跟原始的Label做比較 如果這8000個圖 其中有包含到物件的 我就讓它這個 我就讓它的這個 Output為1 否則我就為0 對吧 然後接著我還可以再輸入 4個參數 這4個參數是 邊界框 X座標的 偏移量 預測 好 還有Y座標的偏移量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那個 長的 這個 長的 寬的 這個 就是 放大倍數 跟高的放大倍數 所以總共有 預測5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除了預測這5個東西以外 我還可以再預測 這是什麼 這個類別預測什麼 所以總共有 5加上N個 N就是類別數目 5加N的Output 對於每個邊界框 所拉出來的圖 經過一個捲機神經網路 它出來的Output 都是 5加N 這樣可以接受嗎 它出來都是5加N喔 如果你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的話 對於8000個邊界框 我是不是就可以 預測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同樣的捲機神經網路 同樣的捲機神經網路 丟進去 然後做預測 預測出來它是 或不是 然後是的話 它邊界要預測 它的這個 邊界框 要做什麼樣的縮放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我們 我們要 點一個 就算有複習也無所謂 因為有複習你也不見得聽得懂 我現在在講什麼 好 來 我們就點一個人 上來講一下 這個在做什麼 來 林一星就你了 林一星 來 上來講一下 要怎麼做啊 我剛剛已經講完了啊 你就算是把我剛剛講過的話 從頭到尾 複數一遍 那都可以啊 你背得起來都可以啊 講說這個網路要怎麼實現啊 好 好 那我現在問個問題啦 好不好 問林一星個問題 看確定一下會不會 對於這個轉機網路來講 我就是要訓練這個轉機網路嘛 他有幾個output 5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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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5加N 這5加N是他的output嘛 對不對 那你傳統的神經網路 你的output有幾個 主要是說 你現在去下載 residunet的那個網路 他最後一層的輸出是幾個 一個 他不是一千類嗎 所以是一千個對吧 所以他是 對於傳統的網路輸出 他是一千類 所以output是一千類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網路來講 他實際上在最後一層 他輸出就是5加N 而這5加N的輸出 不是全部做softmax 是 第一個 他可能是sigmoid sigmoid直接去預測是0還1嗎 有沒有包含物件 對吧 那從2到4呢 2到4他可能是一個連續數值 對不對 我的x要往 我的x要往 我要左右偏移多少 y軸要上下偏移多少 然後我的寬 要放大幾倍 我的 這個 高要放大幾倍 然後對於第五個以後的 就是第六個開始 到最後一個 我們這邊可能要做softmax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這樣的網路 來做這樣的負責 做這樣的設計 做負責做這樣的事情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網路 有什麼問題 他看起來齁 首先有幾個D 有幾個問題 我先問一下大家好了 大家覺得不同大小的這個邊界框 我直接把它丟進去 然後做一個resize 對不對 resize完之後 就要固定resize成256x256 這樣子我的 因為我捲機神經網路的大小要固定 那對於這樣子 他的這個邊界框的這個 長高比不一樣 舉例來說你一個 是比較 瘦高型的邊界框 做resize成256x256 和一個 寬扁型的 舉例來說 人的這個邊界框 否人的邊界框 他一定比較瘦高 對不對 否車子的邊界框 他一定比較寬扁 對不對 他resize成固定大小 是不是會出問題 這個model performance 是不是很有可能會下降 所以說這個細節要怎麼處理 這個細節怎麼處理 來映竹回答一下好不好 那另一隻你聽得懂他在講什麼嗎 聽不懂 你聽得懂我的問題嗎 我的問題是 這隻卷機神經網路的 input size顯然是固定的嘛 256x256對不對 原圖多大張我不想管啊 好不好 那他的output 我現在已經很確定了 就是 舉例來說就是5加N 這樣可以吧 他的input是256x256 可是我原圖的8000個框 他的 長寬比可能是不一樣的啊 對不對 他長寬比可能是不一樣的嘛 那他長寬比如果是不一樣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不同的長寬比 把他resize成256x256 那如果是一個瘦高型的框 他resize成256x256 他不就被拉寬了嗎 他不就長胖了嗎 對於一個寬扁型的框 他不就被拉高了嗎 所以我 這個部分我要怎麼做咧 所以這邊有非常多種方法可以做 你可以把他固定長寬比 就是原圖原來的框固定長寬比 把他拉到256x256之後 剩下的地方填0 或填平均值 然後把他當作輸入 好這邊有非常多圖像 處理的細節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邊先講 舉例說一張圓圖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要用 RCNN架構的話 一張圓圖 可以產生的training sample 就是8000個 因為一張圓圖 我可以割成8000張圖 對不對 這8000張圖 我可以用不同resize的技術 然後丟進我的卷肌神經網路 然後之後來做這個 這個邊界框跟類別的預測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就是RCNN的本質 這個 讓我們現在知道他怎麼做之後 這個是我們看起來是可以處理的嗎 我們等於把一個 物件識別 的任務 把它換成了 8000個分類任務 分類加邊界框的任務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們實際上要做了這件事情吧 那這樣子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我們 靈心你覺得這樣有什麼問題 蛤你說什麼 想不到沒有想法 好我們 因為有些人有預習啊 我們就直接講 這樣有什麼 我們先講那些邊界框怎麼決定的 邊界框他在那個 就是候選邊界框的方法 就是他那8000多的邊界框 是透過類似先segmentation 這個segmentation 他不是真的有labelsegmentation 他只是用一些色階去segmentation 然後把那些框把它拉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邊界框的選擇方法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好不好 因為RCNN反正他就是 預先割出很多張圖片 然後丟給CNN去做 這樣可以嗎 好來這樣的一個 預測 顯然 他有一個問題 對於任何一張圖來講 我可能都要做8000次預測 那這個神經網路 我們每8000次預測 通通都是CNN在做耶 對不對 這8000次CNN在做 是不是有一點浪費運算資源 第一個是有點浪費運算資源 對不對 第二個是 這個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 非常非常多negative sample 因為我一個圖片 通常框可能就5-6個吧 那我8000多個框 我negative sample可能就是 8000-6 這樣可以吧 這個我訓練的時候 非常難訓練 可是我8000個又一定都要訓練 對吧 我又不能抽 不然的話 對於他不同大小的邊界框 他變成沒有辦法做很好的學習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這個非常的難喔 至於 類別不平衡 這個我們還可以透過什麼weight 之類的去處理 好不好 不過運算時間這件事情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運算時間要怎麼樣去解決 我們現在來看著前面的做法 我們現在做法是 原圖有8000個卷機神經網路去做預測 同樣的卷機神經網路做8000次的預測 我們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節省運算時間 想一下好不好 好這個可能真的太難想了 好不好 這個 我們 捲機神經網路 假設有20層的話 假設有他20層 他在前面幾層 他是不是對於現在來講 他是不是每一層 每一個 拉出來的小框 他都要做20層的推論 然後之後到output 對吧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啊 我可不可以先把原圖 做前面18層的這個 抽取特徵 然後把它抽取成一張 比較小的 圖 但是這張特徵圖 是已經經過18層的推論了 而我的每一個新的這個架構 我捲機網路都只做兩層的 額外的Inference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我不要拿原圖做 我不要拿原圖做 類別預測加邊界的框來預測 我是先用一個捲機神經網路 舉例來說 先用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我們可以Pretrain好 先做18層的這個 先做18層的這個 Inference Inference到最後 本來一張 本來一張 舉例來說是1000X1000的圖 他經過 這個18層的這個推論之後 他很有可能只剩下 舉例來說30X30 而對於這30X30的特徵圖 我再來做捲機神經網路的預測 那因為他已經是高階的特徵了 所以我現在的捲機神經網路 是不是可能只要做兩層就夠了 那這樣我的運算速度 是不是可以加快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 下一個 這個 Ross 這個 這個人非常有名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會貼照片的人 就是很有名的人 好不好 這個都是值得大家認識的 你會發現paper都是他在出 都是那幾個人在出 好不好 他RCNN最大的缺點就是 我們要用捲機神經網路做那麼多運算 那其中前面幾層的運算 似乎是duplicated 這樣懂吧 所以啊 FastRCNN它的概念就是 我原圖先經過一個捲機神經網路 經過捲機神經網路之後 我是一個高階特徵 這樣可以吧 那我高階特徵 我要選八千個框 那我就選八千個框吧 無所謂 反正我剛剛的resize的那些過程 對於高階特徵圖跟低階特徵圖 做的事情可以完全一模一樣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 現在我pre-train好一支捲機神經網路 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他之前用的是pre-train好的VGG VGGnet 然後我把每一張原始的training sample 我都經過這個VGGnet 把它變成一個高階特徵圖 經過這個高階特徵圖呢 我在訓練一支捲機神經網路 我把這個高階特徵圖 resize成固定的大小 這個時候就不用再resize 256x256了 我可能resize成8x8就好了 然後讓這個8x8的網路 我在訓練一個8x8的捲機神經網路 去做邊界框預測跟類別預測 這樣聽得懂嗎 也就是我把剛剛的這個網路 它本來有 20層 1到20層深 我把它前面18層 把它丟到了這裡 先做捲機神經網路的這個特徵抽取 它變成高階特徵圖了之後 我剩下兩層 我在訓練一個新的捲機神經網路 去做類別預測跟邊界框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個網路一定會比 Fact RCNN一定會比 RCNN快非常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8000次 Inference 都只要做兩層的神經網路的預測 它變成 原圖做一個18層的Inference 剩下兩層Inference 我在做8000次 所以它速度絕對快非常非常多 而這樣子的方法 實際上 只剩下一個問題 就是我需要做ROI Pooling ROI Pooling就是 我對有興趣的地方我要做 Pooling 這樣子我才可以把 原來的這個 就是 不等大小的邊界框 把它resize成一樣的大小 這個ROI Pooling 是說 它實際上 上去的時候 並不是做捲機神經網路 來 我現在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原來的idea是這樣子的 我有一個圖 這是RCNN喔 RCNN 原圖 我切割成Sample1 假設我就只有三個框 原圖我就只有三個框 原來是我對這個做一個CNN 對這個做一個CNN 對這個做一個CNN 這個CNN的Input是256x256 然後它Output是5加N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原來的 假設我就只有切三個框 它要準備TrainingSample的時候 也非常簡單 就是我原圖在這裡 然後我把它割出這一塊 餵給它 割出這一塊餵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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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這裡有包含一個物件 那它就是E 它的Output就是E 然後做一個X的偏移量預測 Y的偏移量預測 W的偏移 那個 寬度的偏移量預測 高度的偏移量預測 然後再類別 類別的主要來說是貓 貓是100 好了 那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預測 然後去當然預測嘛 對不對 好現在 變成我希望啊 這是RCNN Office RCNN 好 FaceRCNN我的想法 這個樣子 我在做預測的時候啊 我現在希望這一張圖 直接先經過一個CNN 經過一個CNN之後 假設本來的圖 是 1000x1000 1024x1024 然後經過一個 捲基層機網路之後 它很有可能變成32x32 好現在這張圖已經變32x32x32 這是一個高階的特徵圖 這樣可以接受嗎 同樣的 我也預先選好了一切邊界框 對不對 我預先選好的邊界框 可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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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跟本來的相對位置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跟本來的相對位置是一樣的 對於這個邊界框來講 它可能是 它可能框到的像素 可能是 5x3 對於這個邊界框 它可能是2x4 對於這個邊界框來講 它可能是 呃... 捱來說 1x7 類似這樣子 它可能不等大小嘛 對不對 那不等大小的話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做後續的 網路的預測 所以它把這5x3 全部把它pooling成一個數字 它pooling成一個數字 這個也pooling成一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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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數字聽起來沒辦法做預測嘛 但是問題這個特徵圖實際上有好多層 對不對 它是32x32 它實際上可能還要乘一個1000 對吧 所以它pooling的話 就會變成1乘1000 1乘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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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個1乘1000 我就可以做Fully Committed 做直接做多層感知機的預測 而預測的結果 同樣也是1000 到9 到8 剛剛我那個例子是到8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它就是做這件事情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會快非常多 因為它在捲基神經網路的部分 只要做一次 它只有在多層感知機 要做8000次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方法快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準確度其實是 準確度好像還有上升 準確度還有上升 好那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圓圖 因為像素很高 所以說我在做切割的時候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 切到像素的中間 可是對於 如果我把相對的這個框 拉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假設我的高階特徵圖 就已經只剩下3乘3了 就已經只剩下3乘3了 這個時候我切割出一個這樣的一個邊界框 我切割出一個這樣的邊界框 那這樣子我到底要拿哪一個數字 當作Pooling 來做平均 來做平均 一個比較可行 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叫ROI Pooling ROI是Region of Interested 就是我有興趣的區域的Pooling 另外一種說法叫做ROI Align 好ROI Pooling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框 它不至於會到3乘3這麼委屈 好不好 如果這個框 是長這樣子的 只有這一格是完整的框 對不對 剩下都是不完整的框 我就只用完整的框做Pooling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框到了一個圖 它 我今天圓圖長這樣子 然後我的框長這樣子 那它就是把這兩格做Pooling Pooling可能就是平均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對於ROI Align來講 ROI Align就是 它認為這裡這個佔的面積 可能是1% 這個佔的面積可能是2% 這裡佔的面積可能是0.5% 這一格佔的面積可能是4% 這一格也是4% 它把這個框拉到的大小 的每一個小格 做一個加全之後平均做Pooling 加全之後平均做Pooling 這個技術就叫ROI Align 這兩個技術齁 就是 這是比較後來的 這是比較早的 為什麼這比較早 主要是因為層次比較好寫 這個層次比較難寫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不過實際上也不是特別難寫 但是運算量會大很多 因為你自己想想看 它在算T2的時候 就會出很多問題 對不對 好所以說 這個FASTA RCNN 它就在幹這件事情 它把原始的一個圓圖 然後CNN做8000次的運算 變成一個圓圖 先做一個CNN 然後再做8000次的Body Connected 8000次的MLP 那右邊的顯然會比左邊的塊非常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個是 邊界框預測的演進喔 總之我們現在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要做物件識別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可能 預測出 不定數目的邊界框 所以我們一定是 預先給它 舉來說8000個邊界框 就是可行的邊界框 然後我們讓它做預測 預測完之後再請它修正 這樣子 好這是Fast RCNN 來這個是ROI Pooling的方法 這個就是ROI Pooling的方法 好那ROI Pooling的方法過了以後 我們來繼續做一個介紹 接著Fast RCNN過了不久之後 欸這個 這個Ross他多了一個同事 多了哪個同事呢 因為Ross這個人他在Facebook工作的 那這個 呃 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何凱銘啊 何凱銘2015年的時候 在Microsoft發表這個 Resnet嘛對不對 2016年的時候他就跳槽到了Facebook去 所以他多了一個偉大的同事 多了這個偉大的同事呢 他們發展出一個叫Fast RCNN的 Fast RCNN啊 就是Based on這個 再更進一步 它怎麼更進一步咧 來 這樣子看起來已經夠快了嘛對不對 還有什麼地方看起來很慢 8000 8000 8000次MLP 8000次MLP 聽起來還是很慢嘛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把8000變少 我們可不可以把8000變少 欸可以啊 8000怎麼變少 我不要 我原圖過來 我不要每次都給他做這個 我不要給他做這個 8000個框嘛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預測一下 我的框長成什麼樣子啊 我先做一個預測嘛對不對 我先預測這8000個框 這8000個框 我先預測出 我需要幾個框做預測好了 那這幾個框我再來做MLP嘛 對不對 所以啊 他把這一個8000個框 把他整合進另外一個東西叫 RegionProposal Network 這個RegionProposal Network 負責提出框 我不要8000個框全做了 我要先用RegionProposal Network 先預測出8000個框在哪裡 並且同時 除了預測框之外 再做一個 邊界框的大小修正 好所以他的這個idea是怎麼樣 來這樣看的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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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x1024 原來 原來的那個網路啊 在預測出來的時候 他是不是變成了 32x32 對吧 然後他直接把這個32x32啊 直接把這32x32把它壓成 1024x1 把它壓成1024x1 直接壓喔 直接壓成1024x1 然後啊 直接去預測說 預測 預測 預測什麼勒 預測這個 呃 5 這邊有5 這邊有 點點點點點點 目前8000個數字 8000個5 這個5分別描述什麼勒 第一個描述有沒有存不存在這個邊界框 第二個描述 第一個是存不存在這個邊界框 第二個是描述他的 就是修正 修正量 就是 x的修正量 y的修正量 h的修正量 w的修正量 這樣子 原圖進來就先做一個這個預測 這個網路就叫regime proposal network 這個網路啊 這個網路在做的時候 這些label要怎麼設計呢 這個原圖 原來原始的label 假設是 這個 是對應這個框的 那這個框的 這裡就是1 那剩下的部分就給他填那個 看他邊界框要怎麼修正 剩下的地方都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樣可以 這樣知道regime proposal network在做什麼嗎 那regime proposal network做完之後 如果做完inference之後 我是不是就知道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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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幾個框是有東西的 而且那幾個有東西的框 他的 長寬筆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他的長寬筆我就知道了 知道了長寬筆之後 我再來做 我再來做 我再來做這個 我再把這個長寬筆 割出這個大小 再拿去做mlp 再拿去做classification 那他在這裡還會再做一次邊界框的預測 這樣才會更準 他覺得這樣更準 他覺得這樣更準 他實驗出來覺得這邊更準 所以他的output 一樣也是 N N加5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樣的方法 跟前面這裡差別在哪裡 在這裡 我的這個mlp 我的這個mlp 我同時要預測 邊界框加上這個 這個 邊界框加上這個 類別 而且我的sample就是8000 對吧 因為假設我原始是8000 我這裡就是8000 我是不是有超多的 這個 我是不是有超多的 這個negative sample 而且這個邊界框 他完全要靠自己預測 就是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 training 完全就是要這個 這個可能乘數要多一點 為什麼他乘數要多一點呢 因為我這個 pre-training cnn 這個架構 是無法訓練的 這個 網路是沒有辦法訓練的喔 所以我只能夠隨便拿一個 pre-training model 主要來說 VGG 因為他 我不知道他 高階特徵圖要抽成什麼樣 才算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這個cnn 是沒辦法訓練的 所以我這個mlp要很多層 我這個mlp要很多層 因為我 出來的東西很像乱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不能訓練的 可是我來這裡 我face-training cnn 我這個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他是可以訓練的 因為他有label 這個高階特徵圖 出來的結果 他是可以有label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region proposal network 是可以訓練的 既然他可以訓練的 他的高階特徵圖 應該就會比較接近我的任務 對吧 所以他的這個mlp 就非常非常淺 非常淺就可以做出來 而且不用做很多次 對不對 所以說他把這個faster rcn 跟faster rcn faster rcn 跟faster rcn 差別就在mlp的層數 第一個 他的mlp層數比較淺 他的mlp層數比較深 第二個 而且這個很深可能是很深喔 可能要十幾二十層這樣子 才會準 第二個 他的mlp 十幾二十層深的mlp 要做八千次 他mlp 可能只要做三次四次 他主要運算量在conclusion這裡 這樣懂嗎 但是因為他這個是trainable的 所以說他實際上就只做了一次 這樣知道了 好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faster rcn 他的這個概念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比較 對於一張圖來講 他如果要做邊界框的預測 他如果要做邊界框的預測 傳統rcn 一張圖 我就要做50秒的預測 而faster rcn 只要2秒 faster rcn 只要0.2秒 這個0.2秒 2秒 跟50秒 這個非常大的差別 你可以想像如果你要做自動駕駛車的時候 如果你過50秒只能預測一個畫面 那我不知道你敢不敢給他自己開啊 基本 蛤 0.2都不太夠 0.2都不太夠沒有錯啊 我知道0.2都不太夠啊 對不對 好 而且這個MAP 是有在慢慢上升的喔 他並不是 他快速並沒有降低他的準確度喔 好不好 MAP是什麼東西我們下一節課再教 等於你就只要知道 這是衡量這個物件識別任務的準確度 的一個指標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faster rcn 所以說一路這樣演進下來 你應該聽得懂idea吧 也就是我們的關鍵在於 本來啊我們原圖 要經過多次的CNN把它做出來 現在我們希望 原圖先做一個CNN 而這個CNN希望是trainable的 不要像faster rcnn這樣子 那個CNN是不可train的 好不好 trainable的CNN 然後給他很多個邊界框去預測 反正他自己在做邊界框的修正就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如果你有這個idea之後 下個idea就來了 這一個 這個是faster rcnn的做法 這個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好 好 如果你有這個idea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有更快的方法可以做 對不對更快的方法是這樣子 這個我啊 我現在做這個模型 它其實是一個兩階段的模型 它慢慢在哪裡 這個我這樣子一個預測 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網路整合在一起 怎麼整合勒 整合方法是這個樣子的 整合方法是這個樣子的 整合方法是我一張圓圖 102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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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是我原圖嘛對不對 經過一個CNN之後 然後 假設 它變成了 32x32x100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假設它變32x32x1000 這個 這個過程不難了解 對不對 這個過程不難了解 好 那32x32 我們現在 我現在做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好 這邊3 不知道我畫起來會很累 好 這邊3x3000 好 那這個圖是不是就長成這樣 好這樣給 這裡是不是有一千個數字 這裡是不是有一千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 對於我這一千個 這一千個數字來講 我可不可以就直接做一個 MLP MLP 對呀做什麼MLP勒 做它的預測 變成 舉例來說 5加N個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直接對這一個格子 做MLP 做5加N的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預測 這一個格子 有沒有物件存在 第一個有沒有物件存在 第二個 它的x座標在哪裡 它的y座標在哪裡 然後 然後 邊界框的高度 高度 高度多少 長度寬度多少 然後它是什麼類別 對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欸 如果你嫌 這樣子 有可能物件有重疊啊 有可能物件有重疊嗎 所以我這個邊界框 要預測兩個 那我就預測兩個嘛 不然我就預測三個嘛 對不對 這個數字我可以自己設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去預測 來我問一下 對於這個項量做MLP 你有沒有想到更好的做法 來留言回答一下 我要怎麼 我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直接三乘三 這樣子的 捲機網路 對每一個格子做MLP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想不到 蛤 一乘一的捲機 欸講得太好了 我們之前不是說 Network以Network的時候 一乘一的捲機 就在做MLP嗎 所以啊 哇那就簡單啊 那我們後面不是超簡單嗎 來來看著 原來我到了這一層之後啊 我就做 一乘一的捲機 那我可以多做幾層 一乘一的捲機嘛 管他的對不對 我做很多層 一乘一的捲機之後 出來的結果是 三乘三乘 N加5 那我這樣每一格 是不是都是 我每一格 是不是都可以 對應出一串向量 然後我就可以去解碼他 覺得說我解碼他有沒有 然後他邊界框 長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好還有一個問題 這樣子的做法 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這個是小問題 如果今天有一個重疊的物件 好這裡 這一個格子 同時有一隻狗 跟一隻貓 那我今天 我在分配training label的時候 我到底要把狗分配給哪一個 假設我這邊要每一個出來是乘二 好不好 我這邊這一個是乘二 那我哪一個要分配給狗 哪一個要分配貓 這件事情我是不是不知道 所以說阿 他在這裡 他預測出來兩個框 他是這麼分配的 他在這裡給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毛框 這個毛框是這個樣子的 我規定 我的這個項量 假設我這個項量 假設我那個N是三個類別 好不好 那就八個嘛 所以出來是16 出來16的話 我前八個 前八個 那分配給第一個毛框 然後這個毛框是我指定的 是這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毛框 這個是第一個毛框 我後面八個項量 分配給第二個毛框 那我的狗 我丟過來 我就看看他跟哪個毛框比較接近 我就把它分配給誰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的level 覺得說我在 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 一隻狗 那我的 我的encoding就是這樣子 前面全部都是0 因為他不是 因為他第一個毛框沒有框的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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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八個0之後 下一個狗呢 狗的地方在哪裡 狗 是不是叫1 他四隻狗嘛對不對 然後這裡 x的偏移量 y的偏移量 那我這個長度 是這個長度的幾倍 這樣懂嗎 按照以這樣的例子來看 寬度這裡很有可能是2倍 那我的高度 假設 我的高度假設只有這樣好了 好不好 我高度只有這樣子 那他可能只有0.7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就把它放進去嘛 然後 接著 0 欸 狗假設是第二個類別 我就0.10 這樣就收工 這樣可以吧 我就可以把它incode出來 那我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跟我predict做一個 那個loss function 我就可以做預測了嘛 對不對 我可以對於不同的level做不同的 對於這個格子來講 它是不是一個0到1的數字 所以它predict的output 是不是是sgmoid 那它的 我是不是在這裡 我可以用closs entropy 做它的 這個loss function 在這裡呢 這個偏移量應該是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 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用mse 做那個m square arrow 做它的這個偏移量的預測 對於這裡來講 它是不是最小0倍嘛 0到無線大倍 在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 這個東西取log 取完log之後 它是不是就變成負無線大到無線大 取完log之後再做mse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對於後面的 它是不是soft max 我是不是可以做mloc loss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做出一個組合loss的這個 這個 就是 的training 好這個 概念 就被運用在一階段的物件識別模型 我們 現在要介紹的這個yolo 它基本上就follow這個結構 還有 如果之後你看到什麼SSD 我看一下我後面有沒有講SSD SSD我也有講 好 我們後面講 通通follow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顯然快很多 哇 對不對 好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只有一個問題 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好不好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圓圖 有一隻很大的狗 一隻狗 我幫你畫一隻狗 好了 我不會畫狗 我畫熊好了 有一隻熊長在這裡 那他要分配給誰啊 我的高階特徵 很有可能只能分配到他 對不對 用他來描述熊 那這一個用他來描述熊 用這一格來描述熊 這個格子看起來只有熊的一小部分啊 那他可以準確的預測出熊的大小嗎 林姿你覺得可以嗎 你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你覺得他看不到外面熊的外面嗎 蛤 這 我有曉得就是 就算是後面變成三層三 可是你的CNN如果疊的夠多 他還是會增長多多 蛤對啊 就是林姿不知道啊 對不對 林姿這樣可以嗎 那 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嗎 好 沒關係 最後是一張三層三的圖對不對 假設 三層三的圖 我就再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再讓一個三層三的Fighter 經過一個三層三的Fighter 然後有做Padding 所以他出來還是一張三層三的圖對不對 那現在這張三層三的圖 這個格子他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因為他是三層三的Fighter上來的嘛 所以對這一格來講他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幾格 所以其實 不管我最後 我雖然對應到圓圖只能看到中間的位置 可是只要我網路疊得夠深 而且夠多的三層三去做卷機 其實這一格是可以看到圓圖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物件四別模型 他為什麼會walk 主要還有這個原因 並不是對應回去 哪裡他就只看得到哪裡 他其實整張圖都看得到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 了解這個邏輯之後 我們就會做這個東西 我們來介紹YOLO 這個YOLO算是 他是第一個提出 我 他第一 他比較有名的Paper是2016 可是他其實2015就提出這個概念了 那他其實應該是比SSD更早一點 就是 他第一次提出說 欸我其實可以這麼做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這麼做其實 其實準確度 他就做了個實驗 發現準確度還真的蠻高的 沒有Faster RCN高 但是他實在太快了 因為他整張圖 只要做一次卷移神經網路 出來的結果 就直接可以做預測了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有非常多 主要自動駕駛車的應用 可能大部分都在用這個模型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的 他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框在這裡 我就把它丟給物件的中心 我去定義他物件的中心 要分配給哪一格 我就讓那一格的output encode成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對於每一個中心點來講 他都有 N加5 N就是class的數目 N加5乘以B 因為我不確定他要預測幾個邊界框 如果大於2的時候 他通常就要有毛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好 那對於每個GRID怎麼做預測呢 用1乘1的捲機盒就可以了嘛 因為1乘1的捲機盒相當於MLP 對吧 好 所以這個 就是YOLO了 YOLO提出的 基於YOLO概念提出的模型SSD 他就是把這個毛框把它做出來 這個YOLO是一個比較早期的結構 就是他的VIRT1是一個比較早期的結構 他那個時候還不流行 全部用捲機 他那個時候是先做一個 Flighten 然後把它壓平之後再做一個Flighten 之後再把它還原成7x7x30 看起來很笨對不對 非常的笨 這真的非常的笨 當時我想那個人都不知道為什麼他自己設計的那樣 好SSD就覺得我全部都用 Flightenade的就好啦 對不對 SSD跟YOLO最大的差別在於 這一個 YOLO YOLO它是一張圓圖 1024x1024 它直接變成覺得說 8x8 然後就做邊界的況預測 所以他的預測都是 就是他在預測 8x8x1000 他出來的結果可能是 8x8xN加5 再乘以B 這樣可以吧 這是他最終的預測 這是YOLO 可是 這樣子的預測 如果今天有個很小很小的物件 就來說他可能在原圖 只有這樣一個點 幾乎看不出來他在什麼 這樣YOLO是不是很難去預測 主要說 尤其是假設有 天空中有mini媽媽的飛鳥 有這種狀況的話 那是不是 在這裡有好多個點 我原本 可是我這邊最多 只能預測出兩個邊界框嗎 所以我對YOLO來講 他是不是沒辦法walk 所以他要怎麼做咧 來 人家那個SSD這麼做的 1024x024 1024 下來 先變成 舉來說 先變成這個 32x32 然後32x32的時候 我就先預測出32x32 乘以N加5 乘以B 然後我先做一個邊界框的預測 然後我下來變16的時候 我再做一個16x16的預測 再下來變8的時候 我再做一個8x8的預測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 對於每一個尺度 我都可以做一個預測 然後我只要規定 我只要把那個正確的邊界框 丟到正確的地方 我就可以做train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SSD做的事情 好SSD做的事情 但YOLO YOLO有V1 V2 V3 然後YOLO V3的時候 人家又把它抄回去了 這種深度學習的模型 基本上就是互相的抄襲 反正你做實驗覺得有用 我就把它幹過去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SSD SSD比YOLO V1更先進 但YOLO V3他又比SSD更先進 這樣可以嗎 好 來 那SSD的概念 已經很不錯了 但它有個缺點 它這個網路 這樣一路下來 對於這個來講 它是不是特徵比較高階 對於這個來講 它會不會太低階的特徵了 它是不是沒辦法預測 所以要幹的一件事情 那個 有個叫RetinaNet的 這RetinaNet 把這個8x8 用Resize回16 然後把它Contact起來之後 再做 預測 同樣再把它resize回32 這就是UNET的架構 這樣可以嗎 UNET的架構 先拉到最上層 然後再把它回來 那回來之後 把它加起來 因為這個RetinaNet 是何凱銘做的 所以它喜歡用 RecidualNet這樣 它喜歡用加的 不喜歡用Contact 所以它是用加的 它把它加起來之後 再做這個邊界框的預測 它分成兩個SubNet 一個SubNet 一個SubNet 是ClassSubNet 負責做分內 另外SubNet 是BoxSubNet 做邊界框的這個預測 這樣知道嗎 這個RetinaNet 突破其實並不大 但是它提升了 準確度還蠻多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今天上課 上到這裡 我們剛剛講了一大堆 這個希望你回去好好 學習一下 家庭作業 請你在這裡下載完整語法及模型 然後隨便用一張圖 隨便你要用什麼圖都可以喔 好不好 但是希望你至少是那80個類別的其中的類別 好不好 它可以做出一個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做出一個預測 那這80個類別喔 你要知道說 家庭作業就是這裡的語法 這個語法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model是我training好的model喔 這個語法在這裡 你需要 把它 打開來這裡 這個語法幾行 喔200多行 你給他一張圖片 來我給你們看一下喔 我先把它縮小 給他一張圖片 主要說這張圖片是這個test image 這個test image在這裡 這是一張圖嘛對不對 好我把它讀進來 做預測喔 我只要按sauce 喔靠我把它取消掉好了 來再一次 好他是不是就把邊界框都全部拉出來了 對不對 好很好玩嘛對不對 很好玩282行的語法嘛對不對 請你一行行看 好不好了解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讀model讀進來他output是長什麼樣子 output的結果他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 你需要好好的去 讀一下paper 等一下paper在這裡 你需要讀paper 看一下這些描述 然後 了解一下這些程式嘛 然後做一個這個簡單的這個學習 好不好這個自主學習 好這個我們下一節課 要帶大家實際做yolo model training 我們用的任務是皮卡丘任務 請你先把github上面的範例給下來下來 所以下一節課上課之前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把家庭作業做完 了解 我要抽考喔 好不好我要抽考喔 而且很嚴肅喔 我決定把這件事情很嚴肅的對待喔 如果抽考不過 下一節課 你就直接出去 你就不要散好了好不好 我們會不會這麼嚴肅 好啦我們再考慮一下好不好 這個 你如果下一節課 你如果沒有做好你的家庭作業 就你inference那邊不是很懂的話 你下一節課根本不可能了解的 因為你可能 我今天這樣講的非常 我今天這樣講下來齁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吸收多少 我看吸收個三成就不錯了 好不好 對第一次聽的來講 吸收個三成就不錯了 你如果沒有做inference 親手做過inference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反覆的inference 看不懂就看影片 看不懂語法就看影片 看一下他到底在做什麼 你只要做inference就好了 你知道嗎 你不用做training 然後接著把這個github上的範例 下載下來 先run過一次 至少確定是run的動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確定run的動了以後 然後我再來 下節課我們重點在於 這個一行行教那些語法在幹什麼 對不對 然後 介紹一些 要怎麼去evaluate他的performance的方法 好到這邊為止有沒有問題 好看起來是沒有問題喔 那回家做意就好好做了 好不好 你可以換不同的圖片 來考驗那隻model喔 沒有人規定你只能用我的圖片喔 好不好換一下圖片來考驗一下我哪隻model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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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